赢票五千大洋 这是陷害啊这个 谭武爷是最讨厌烟土的 怎么可能跟我做这种生意呢 谁陷害你啊 是哥老慧吗 可恶火 你吓出什么了你 别吹 孔队长 这件事 李县长一定会调查清楚的 给大家一个交代 调查清楚 怎么调查啊 侯局长 我听说李县长 跟哥老慧的老大谭武爷 是败了把子的兄弟 您说这事 能调查清楚 再有 鸡茶烟土 打鸡走私 也是我们商会自卫队的职责所在 这是省保安斯利木给我的权利 侯局长 我没说错了 你没说错了 我能不能说调查清楚的 这一句话 我没说错了 他这一句话 也不听说说 我们一定会调查清楚的 那是这里的 但是我还能不能说调查 我能不能说调查清楚的 这烟土到底是怎么回事 只有两种情况 要么栽赃 要么 也就是 来 来 去 召集 与 召集 召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陈 starring一位 到了还是空欢喜一场啊 说她怎么急着你让我回来 这迷安好心 你不是说 你让县城的西医大夫 给你检查过吗 那大夫肯定被他买通了 他是县长 谁不听他的呀 这个混账东西 他能干出这种事来 爹 您别急 我这就回去找他算账去 你等着 他这是故意骗你 小谷 没想过 他为什么要故意 骗你回家来吗 他把我骗回来 他一个人好逍遥快活呗 不不不 我现在不这么想了 这武则县呀 现在就是龙潭骨穴呀 他把你骗回家来 怕是连累你 他这是心疼你 心疼我 他是怕我在他身边 换了他的好事 你听爹的话 现在既然回到家里来了 那就既来之则安之 你在家里住 爹还放心哪 是啊 少奶奶 您看你一回来 老爷有个说话的伴儿了 你全府上下 也都热热闹闹的 你少爷爱干什么就干什么 堕嘴 出去 小姑 你别听董梅瞎说 铁锤在他身边 这三千万飞不上天气 还有一样我要告诉你 只要爹活着 你永远是咱们 松和堂的少奶奶 谢谢爹 我不是担心这个 她把我骗回来 坏了我的大事啊 你的大事 你 你什么大事啊 大事 您看啊 如果我在他身边待着 他就不会胡来 他要不胡来呢 他就会抗日 这抗日是大事吧 你现在回家 过安稳的日子 三千没了牵挂 他会更加努力地 把抗日的大事办好 你说是不是 你就在家住去 住在家里吧 那不行 你干什么去啊 我心烦 找吴太太逛街去 哪吴太太呀 百货公司老板的老婆 我的甘姐妹 百货公司了 还甘姐妹 她真是欺骗组织 恨不得一枪毙了她 你冷静点 她不是我们自己人 我们不能用组织的纪律 来要求她 再说了 她的这些个人行为 也没有给组织 造成任何损失 还没造成损失 我要是不走 特派员就不用 因为我的冗家 是她的 我让她看了 我去看了 她看了 这些人 是她的 又是她的 试图 她是唯一 她的 她是 没有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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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务 任务 军统既然已经开始怀疑了 我们就要有相应的对策 不然 对李三腔在武则县的抗日活动 非常不利 那需要我做什么 花钱 花钱 干吗呀 过少奶奶的生活 吃喝玩乐 穿进带进 这样军统就不会怀疑你是共产党 这 这也算任务 对 这任务很重要 李建长 咱们这压的什么军火人 你们倒是被当成犯人给压回来了 可不是吗 这摄箱里边怎么会有银票呢 我也不知道 那摄箱是那个铜掌柜卖给我的 回去得问他去 难道是他 在摄箱里边做了手脚 我跟他无冤无仇的 他有什么理由陷害我 再说了 五千块大洋 他就算把他的店卖了 他也拿不出这么多钱 是啊 这就奇怪了 老菲 鬼子偷袭的时候动过箱子没 没有 当时大家伙都在车周围 鬼子根本没有机会爬上车 那会不会是搬箱子的时候 被调包了 不可能 警卑队的兄弟都看着呢 再说了 这批枪我跟了一路 我都认得呀 箱子这么沉 鬼子想他要包的话 动静一定不会小 不可能不被发现 我看这烟土是提前放在箱子里的 是啊 应该是仓库那边出了问题 都怪我太大意了 没有开箱验枪 今儿散场后都别走啊 我请大家到聚仙楼吃饭 啊 杨 杨 姐 有喜事啊 吊到监闺序了 这乱世 谈什么情说什么爱啊 那没能请我们吃饭啊 这家楼子菜可老贵了 对对对对 夏秋玉 有啥事可不能瞒着我们啊 说出来让大伙都乐了嘛 对呀 李县长今儿个 要还我房钱 我 真 真的假的 你不会又再蒙我们吧 李县长是那种人吗 他可是杀鬼子的真英雄 小谷 你怎么光吃饭不吃菜呀 吃啊 这是你最爱吃的香江鱼啊 好 你是不是还在想着怀娃的事 别想了 爹呀 不着急 不是因为那事 那是什么事啊 我看你这两天 像是丢了魂似的老走神啊 我也不知道 是心慌得厉害 这右眼也老跳 你现在回到省城咱们家了 你就放心吧 踏踏实实的 来 吃菜 吃菜 爹 这 三强今天 要带人出城接军火 我不在他身边 我担心出什么乱走 接军火 他带多少人哪 一个警备队 百事来号吧 在什么地方啊 就在武则县界啊 那你就不用担心了 带这么些人又在自己的地盘上 不会有事的 爹 这武则县的情况特别复杂 我这心里就是特别不踏实 你这事啊 在武则县受了警侠了 一会儿爹给你拍个方子 安安神好好睡个觉 就没事 吃 吃饭 吃饭 不哭 吃饭 吃饭 你给我拿给你 你出去啊 有兑力的人 你三个都要 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集完 小丝啊 拿这些钱去干一点正经的买卖吧 不要干那些犯家倒私的勾当了 我当劳你几回了 有两回了吧 哥 这点钱给我干啥买卖的呀 要不这样 我还是在这儿跟你干伙计算了 拿着拿着拿着 什么 当伙计 你要来咱们神堂当伙计 大家伙知道了 不都以为我们是卖假药的吗 那我们的招牌还要不要了呀 掌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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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呀 抓药 就是盘点 不营业 明儿给我再来吧 掌柜的 掌柜的 开开门吧 人快不行了 抓的是救命呀 没说不营业呀 掌柜的 求求您了 求求你开开门吧 来 好 好 好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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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要干嘛呀 你们干嘛 你们要干嘛 老实点 把战本给交出来 小三啊 有什么求我来 打击到我个头上来了 你知道老子是干嘛的吗 龙掌柜 你要不想像你四弟一样 最好还是乖乖地 听从我们的安排 对 对 听从我们的安排 听 听 你快去把张门给我拿出来 好好好 快去 好好好 老信 把车开到保安团驻地去 正好 我也回三营驻地 为了万 在案子没有调查清楚之前 你暂时不能回三营 老信 快走吧 不早了 我说是 老信 你快去 为了万 你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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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儿 你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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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你快去 你快去 我去哪儿 只好委屈你了 先到鸡押所的来着 等这个案子调查清楚以后 只要撇开了你的嫌疑身份 同某立马放任 陈老白 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李县长和王铁锤 谁都不许离开这道大门 是 姐夫你跟我说实话 那批烟土到底是不是你的 你是不是傻呀你 就算是想做这笔生意我有钱吗我 哥老慧跟你无怨无仇凭什么要陷害你 谁告诉你就一定是哥老慧干的 你怎么就不想想万一是鬼子干的呢 鬼子没动过箱子 动了让你看见就不叫陷害了 鬼子怎么知道咱们在夹树沟接枪的 哥老慧肯定有鬼子的奸细 他们知道我们要去夹树沟接这批军火 所以那些烟土肯定在军火出发之前 就已经装进去了 那封信是怎么回事 如果哥老慧有奸细 他们找个人模仿谭武爷的笔迹 不是件难事 那银票呢 银票应该是刺安堂那个掌柜 放到社箱里面的 那个掌柜要么就是被人指使了 要么就是跟奸细是一伙的 既然是鬼子把烟土放到箱子里的 那他们为什么要去夹树沟 偷袭老慧他们 偷袭只是个幌子 他们只是想让那批军火暴露 然后让警备队来抓我这个现行 对呀 要是不闹这么一出的话 这个箱子就会到了保安团驻地 这批枪就会到了三营 三营是自己人 就算是发现什么也不会声张 所以说鬼子炸车 只是想让老魏去搬那批箱子 要不是孔文虎的手下 把箱子摔了的话 也不会暴露什么 姐夫你说 是不是孔文虎故意摔的呢 这事我琢磨一路了 他突然到家树沟来 帮我们接应军火 又把箱子给摔了 这事肯定是他预先想好的 可咱们没什么证据啊 想不了这么多了 把肚子填完了再说 让老胡弄点吃的来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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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呢 我呢 他想要怎么样 押回来了 侯大贵答应我 李三强 王铁锤还有魏昌李 都会被软禁起来 知道事情查清楚了 这就好了 现在省里边呢 有日本人在安排 咱们只要把这边的事做扎实 啊 弄成铁案 李三强再有天大的本事 他也分不过来 李三强这小子 骑在咱头上这么久 这下终于可以出口恶气 是 日本人哪 太磨叽了 老想着让李三强 去挑拨国共的关系 管什么用 像这样的 就应该一个字上 就是 早把他杀了 没有这么多破事 军火呢 运回来了 送保安团了 但是爹 我现在担心啊 李三强在保安团的 到同岛拿到枪好了 就能说 保安团现在还不成气候 他现在闹就是作死 等扳倒了李三强 咱们给省保安司令部 打个报告 这说 保安团是李三强私自 拉起来的动物 用武装贩卖烟土的嫌疑 司令部下一个人 就给他解散了 到时候他有枪没有人 那枪都有枪稍后对了 爹 包剑啊 慈恩堂那边怎么样 没问题 人和货都过去了 浩涵 这都写好了 好 董掌柜 这还差了一笔 你看 咋呢 得补账啊 就是这个 收入银钱 把闹都过去 赶紧 要他 呢 要 都过去 把闹都过去 然后叫他 骑风 哪儿开这枪啊 好像是东街 糟了 此文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李宗盛就算浑身长嘴 他也说不清楚了 爹 这次不光李三强得死 还有那小舅子 还有那个卫墙里 都得死 咱们这是一时三点二 爹 爹 我呀明天把小秋月请 咱们唱三天堂会乐呵乐 别别别 先别忙着庆祝 李三强一天人头不落地 这事就一天没办踏实 您多虑了 他是走私烟土 数量巨大 死罪活不了 共产党会见死不救吗 就算把他救走了 李三强在武则县混不下去了 武则县从此要改姓孔啊 那事情没有办成之前 还是小心谨慎为妙 最后一步 不要出岔子 知道了 爹 不过话说回来 这次行动虽然很顺利 可是我们花了五千那样 一箱烟土 花了血本了 爹从来不敢亏本的生意 这次虽然给了日本人 一座铁矿 但将来他们成了事 武则县城都是咱们孔家的 花这么一点钱 得以做县城 还是值得的 爹说得是 爹 您终于可以安心睡个觉了 我能睡得着吗 文秀还没下落呢 您放心 我会继续派人找的 只要为美还活着 我就一定能找到 文秀虽然没找到 但县政府出了这么大的 事儿呢 他肯定会回来 您这算说着了 政府是他爹 比您亲 听说呀被打死的是佟掌柜 还有他那个四弟叫佟大孬 还真是个孬货 什么坏心买卖都干 还蹲过警察局子 侯局长他们回来了吗 回来了 一回来呀就跟牛队长去了办公室 也不知道在干什么 听说他们在药铺查到一个箱子 箱子 知道里面装什么了吗 是烟土和账本 那你们先歇着 我先走了 好 姐夫 这佟掌柜怎么和警卫队打起来了 还把自己人给打死了 又是烟土 好 好好好 这这儿 孟小姐 李县长呢 在楼上呢 李县长 你回来了 孟小姐 您来了 我想问一下 喝茶 喝茶 不喝了 不喝了 我就想问一下 吃水果吧 你看我这水果刚买来的 可心香 您太客气了 您太客气了 李县长 我想问问问您 茶倒好了 喝口茶 喝口茶 干嘛那么客气 坐下喝 坐下喝 李县长 我有点不好意思 那个 那个 那个钱 我也有点不好意思 我让魏老板给你带回来那钱 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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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应该呀 你不说侯局长带着乌乌乌乌一大堆兵过去 出不了什么问题不能吧 我说的是真的 魏老板他们半路遇到了鬼子 他就把那钱放在了那箱子里了 他们那箱子 他 他 被人 掉包了 佟掌柜怎么把账本和烟土放到一块呢 友儿 你想不想知道这个账本上记录什么 账本上不就记录一些流水吗 我告诉你 不光是流水 这上面清楚地记录他从货主那里 买了多少烟土 买了多少烟土 那货主是谁呀 李三强 李三强啊 李三强 保证书上你怎么写的 什么天打雷劈 转世为鸡鸭 转世为牛马 都是狗屁 你不怕糟雷劈啊 大声小点声 你个姓李的主 这 我真是我脑子被门挤了 信你这些鬼话 孟小姐我 我真的是没骗你 那钱真的是被人给调包了 我也觉得冤哪 钱没见着没听到声没了 你不信你可以去问问卫老板 他还被关着呢 我问得着他们 你们都一个鼻孔出气的 都不是男人 孟小姐您别生气气坏了身体 那是您自己的 您再还还 您就当这钱存进了洋行了 哪个银行存进去了取不出来呀 到夕不对线啊 孟小姐我问你 你恨鬼子吗 当然恨了 那不就完了吗 您就当这钱是支援抗日了 等抗战胜利之后 您再把这钱连本带息地给取回来 您还这一抗日英雄多光荣啊 说抗日就抗日您谈钱多俗气啊 李三强 这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你别给我扯什么抗日 这钱 我保证会还给你的 有保证 你保证书上那字都没干 你拿什么保证啊 再说了为了这事 你偷看我洗澡的事 我便给你保密了吗 小声点 小声点 这事千万不能往外说啊 我李三强 对孟小姐你真的没有任何的非分之想 那件事就是一个意外 你现在跟我说 那天晚上是意外 那就是一个意外 李三强 你秦少 你不要脸 秦少不容 干嘛呀 有病啊 这孟小姐骂起人来 她的嘴还挺厉害啊 比没婆子都厉害 你一早就在了 那你不进来帮我说两句 是 我刚才听见孟小姐说 一半夜爬窗户 偷看人洗澡来着 我没看她洗澡 人孟小姐都亲自说了 你突抹心还没干 你就不认账了是吧 我没干过的事 我为什么要认账啊 我都听见了 你刚才还说 不让人孟小姐声张 你不对心虚 你怕什么你 我那是怕她出去瞎说 什么都没做是吧 你什么都没做 你怕人出去乱说呀 闭上你的臭嘴 还嫌老子不够烦呢 滚 大阪 大阪 他刚才公尽病的电报受到 那领导人呢 大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能够取得到 那就是我欲 听方法 孟小姐 早啊 后局长 我问你个事啊 啥事 说 我听说昨天魏老板 遇到鬼子了 那可过 幸好我带着警备队的弟兄 我赶去得及时 那鬼子见我们来了 吓得那是屁股 你要留 你这约就跑了 我还听说 李县长 问他爹寄了六百块大洋 让魏老板拿回来 魏老板放在车上了 结果这车就被鬼子袭击了 那钱呢 这汽车呀 确实是被袭击了 但是这车上 有没有六百块大洋 我也不知道 我还听说 在车上发现了这个 那魏老板和李县长 不就成嫌疑犯了吗 这事还在调查 现在夏季轮还为事过躁 不过 什么呀 从目前掌握的证据上来看 县长走私烟图这件事啊 嫌疑很大 因为我们从他身上搜出了一张 五千块大洋的银标啊 那是从那个柯老辉 购买烟图的钱 终于却走啊 五千大洋 他还说他没钱 这不骗我的吗 对呀 孟小姐呀 跑到了和尚跑不了庙 不管李县长有没有事 只要县政府在 欠你的钱就不会丢 这个大事 有你什么说话的份儿的 跟你说话了吗 我说错了 吓什么嘴 出了这么大的事 吴亚不可能不知道 等他的指示吧 准事 这时候一定要克制 老尉被捕 三嬴 肯定也被人盯上了 千万不能跟保安团火拼 出了这么大的事 一点动静也没有 这也不正常啊 吹征 把队友动一下 怎么动 出城 明白了 你们一营的兵今天由我来带 出操和训练听我指挥 对 如果外出的话 跟我打报告 我们营长什么时候能够回来 该回来的时候就回来了 问那么多 脑子里就给我想一件事 刻苦杀敌 营长 三营跑了 跑了 什么时候跑的 不知道 今天早上出操的时候 我就没看见 就觉得奇怪 等营房一看 人早就不在了 被窝都是凉的 枪呢 我也检查过了 配枪都被他们带走了 你马上去报告侯队长 是 你们抓紧时间训练 这不是孟小姐的照片呢 这可是稀罕之物啊 这是从李县长的办公室里边翻出来的 这是从李县长的办公室里边翻出来的 李县长办公室 你看看 多好的办相啊 是 这可惜不是看着我呀 这个李县长真不是个东西 吃着玩了也还看着锅里的 整个县城谁不知道 侯局长对孟小姐 那是一片痴情了 本来就是嘛 对不对 孟小姐肯定是觉得李县长 能帮她还上债 勉强去拍了这个照片 就凭孟小姐怎么能看上一个 满嘴跑火车的公子哥呢 局长您放心 您对孟小姐的情谊 她早晚有一天会明白的 是 怕的就是这种满嘴跑火车的公子哥呀 你说我这一大老粗 一辈子都不会哄女人 去做 你也不用担心 要是一般的县长 我们还管不了 但李三强是个走私犯 他是圆的是贬的 他还不是局长您说了算 报告 侯局长 保安团出事了 什么事 邓追生带着三营跑了 怎么了 他跑哪儿去了 不知道 应该是出城了吧 梁院长带着二营的兄弟去追了 马上集合解部队 把三营给我追回来 追 我忘了来世的方向 忘了走的路有多长 是否跟着完整的河流 就能找到漂泊的海洋 我忘了来世的方向 忘了走的路有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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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得你沉默的悲伤 记得你沉默的悲伤 是否追着病患的云朵 就能找到遗忘的时光 就能找到遗忘的时光 我爱你恋你恋你恋你我都不曾想 我下一年你留你许你就如梦一场 你走过的地方 回忆在成长 长长一棵树 在我心上 我爱你恋你恋你愿你是爱 我爱在流浪 我想你念你留你许你我爱太迷茫 我来过的地方 回忆是夕阳 只是分岔路口有你的花香 我来过的地方 回忆是夕阳 我来过的地方 只是分岔路口有你的花香 只是分岔路口有你的花香 那边是一道新有的花香 我来过的地方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